2017年10月26号 第十二届中法经贸论坛在法国马赛举行 这是此会第一次在除了巴黎之外的城市举办 那么马赛呢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 北界欧洲 南界非洲 在贸易和工业方面都积极地响应着 一带一路的战略国策发挥重要作用 这次大会主要讨论只此十九大刚刚闭幕之际 应该如何发展中国和法国的经贸关系 让法国看到中国的迅速成长 驻法中资机构代表 华人华商代表 马赛大都市经贸企业界代表等共100多人参加论坛 本次论坛聚焦马赛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发展前景和合作机遇 与会者围绕马赛普罗旺斯地区的投资机遇 中法企业合作的见证与经验 马赛地区中法合作的便利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在论坛开幕式及圆桌讨论上 中国驻马赛总领事朱立英 中国驻法使馆经商处高原员工餐 马赛市副市长迪迪埃 巴拉吉昂等嘉宾都发表了讲话 朱立英总领事介绍说 中法经济论坛创立的初衷 就是希望可以促进在法投资的中国企业 有一个平台集中与法方对接 此前11届论坛都在巴黎举行 而今年的论坛首次遗失马赛举行 马赛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 文化和地理优势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发挥特殊作用 而刚刚闭幕的19大也传递出 中国将在对外贸易上更加开放的积极信号 朱立英希望借此次论坛 让法方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前景 推动法国企业未来积极参与对华互利合作 中国驻法使馆经商处高原员工餐在讲话中强调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任之后 表达了希望与中国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务实合作的意愿 他认为在这样的机遇下 马赛可以在三个方面深挖对华合作的潜力 他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中法合作的未来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随后马赛地区企业家代表也发言表示 近年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对外投资步子明显加快 中国企业对法投资也不例外 涉及能源 设备制造 旅游 电信与农业等 多个法国优势行业 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给中法企业带来很多的合作机会 CMA达菲集团网络服务副总 Jean Philippe 介绍他们公司35%到40%的收入来自中国 旅法华商投资的马赛国际商贸城 MIF68已经施工完毕 预计明年2月份正式开业 CCRC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马赛公司总经理周敏 还给马赛港带来一份大礼 从马赛港到中国的商品 通过他们的技术支持 检验认证后的商品在港口的停滞时间减少一半以上 维柴动力 Watch Data 宝机集团 天猫集团 法国南部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身影 你好 你好 je suis Didier Parakian adjoint au maire de la ville de Marseille très bien en charge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cette belle ville oui c'est un jour important parce que la Chine aime Marseille et Marseille aime la Chine nous sommes partis du constat avec la chambre de commerce de Chine en France qui a 750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chinois ici en France il y en a déjà une trentaine sur le territoire chinois et de plus en plus d'entreprises chinoises qui affluent sur le territoire Marseille-Aix-Provence et donc nous en voulons davantage déjà il y a une belle histoire d'amour entre Marseille et Shanghai puisque nous sommes jumelés depuis 30 ans je me souviens en 2005 Jean-Claude Godin de la maire de Marseille avait amené une grande délégation de 350 chefs d'entreprise marseillais pour faire du business avec la Chine j'étais dans cette délégation ça m'a permis de trouver un partenaire et aujourd'hui grâce à ce voyage il y a 12 ans déjà j'ai 30 boutiques Didier Parakian de prêt-à-porter à mon nom en Chine donc je connais bien la Chine nous sommes très proches de nos amis chinois et ici à Marseille il y a une véritable histoire d'amour 还有 Marseille-Aix-Provence 整个这片地区 是一片热土 人非常热情 而且这儿的领导人 我觉得无论从市政府 大区政府的领导也好 经济界也好 都比较有远见 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到 一带一路的发展当中去 所以就能给中国来这里投资 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经济环境 法律环境 人文环境 加上马赛 刚才我在讲话里讲 就是他从人文 历史 地理 交通等方面 北街 欧洲 南街 北非 东街 亚洲 所以他有很多的优势 能够在一带一路当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以他们都很积极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下 我相信中国企业到这来投资 能够获得很多的机会 这次我专程从巴黎过来 参加中法经贸论坛 第一我感到这次论坛 听了几轮中法朋友的发言 我觉得有几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 我觉得是越来的越到位 越来越清晰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感到有一种强烈的 中法合作 经贸合作的 强烈的愿望 这感觉我觉得这个气氛 特别的浓烈 反共华人卫视 第三方面呢 我也是听到了法国朋友 介绍了很多这个马赛地区 还有这个波旺斯大区 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他们的目前的 这个基础设施的情况 还有高科技发展的情况 马赛呢 特别是它的这个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一带一路 是强调武通 政策相通 设施连通 资金融通 贸易畅通 民心相通 我觉得在落实这个武通方面 这个马赛啊 具有非常 这个好的 得天独厚的条件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中法论坛 因为我知道 其实这个中法论坛呢 之前一直都是在巴黎举行的 然后今天已经是第十二届了 我其实来到马赛这边呢 就充分感受到了 马赛这个 不管是当地的华人 还是法国人的这种热情 那么跟巴黎相比较起来呢 他们是更加的这个活跃 然后对中国的很多这个企业 包括一些商业的机会呢 更加的感兴趣 首先呢 我对中法之间的这个贸易交往呢 还是充满了信心的 因为这些年以来 我们之间的这个贸易 只是属于这个 蓬勃发展的趋势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 选择了法国 然后来拓展欧洲的业务 法国呢 也是一个 那个触及非洲市场的好的平台 所以很多的中资企业 就是通过法国来连接非洲 而且呢 欧资企业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选择 和中国作为他们亚太的发展中心 我觉得这次论坛非常有用 因为是在马赛 而且马赛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中国人和法国人在马赛一起合作 肯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和发展 在早上的经贸论坛结束之后呢 所有的中资企业以及法方代表 共同来到了马赛国际商贸城 进行参观和访问 下午 中华企业代表 接受马赛市长的邀请 到市政府进行参观和交流 夜晚 中国驻法国马赛总领事 也邀请市长及中华企业代表 在领事馆共进晚餐 法国华人电视台 商界理事协会品牌推广战略 华人平台成就华人品牌